你想要我还得想要这个答案 你如果现在就想要这个答案 行 你干嘛对我那么凶啊 我让你好好考虑明白这个道路 我真的现在受够你了 这是干嘛要这样呢 我真的就是受够他现在这样 就是平常啊 你说情侣之间吵架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行 他一天三吵 给他答案不就是了吗 你跟我说啊 我已经我感觉 我已经忍够了 反正我不管 这回 那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啊 你给我好好说啊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今天就是这个问题 你想要我还是想要这个答案 我要答案 既然他选择要答案 我可以给他一个答案 其实这个头发就是我隔壁室友小凡呢 对 确实编导跟我说 有个女生来到了现场 来吧 我们一起迎接他一下好不好 热烈欢迎 好吧 来 把门打开 是我打扫的 是我打扫的 那一位是你洗的爹的吗 是我洗的呀 但是脏很多人的面 你也就能豁得出去 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 你怎么着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你怎么不帮你自己男朋友打扫去 你有男朋友吗 他有 不好意思维维啊 那个 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 我就知道 你对他有意思 我之前问你 我就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还骗我 他又袭击了你 你就是他瞧男朋友了 你还跟我说 维维你够了 你还 你还欺负我 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 那分手吧 行了小凡你也别吵了 他比他要分手 他就是来跟我瞧你的 他又不承认 他想我那么 你还不承认 我再瞧不起你了 我来之前不告诉你了吗 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 你还跟他吵什么 这左膀怎么会在他房间呢 就是那天 我打扫房间嘛帮他 然后就是 可能是不小心吊的 你看我头发挺藏的对吧 不是你头发吊哪 你吊得挺是变的 这个我就 他感觉是故意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平时也穿这样吗 对我喜欢这样的 你平时就是 你不喜欢我就算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闹了 我问一下你啊 小凡啊 跟他是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 大床特别累 然后 微微也没过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你以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呀 大床 怎么样 我的大床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就你认识大床在先是吗 对我认识大床已经三年了 那你喜欢他吗 我一定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对 普通朋友你们还干这些 是到时候没有无私啊 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吗 我求求你 说说你 你不是假的嘴脸吗 那大床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 他想叫我来就是帮他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 对 微微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 所以你别跟我吵了 那你说呀 那我看你说什么来 站到这 这是解释的地方 来 站这 站到对面 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姿态嘛 对不对 他们俩之间的事 以及你的事 必须今天在这说清楚 接下来是大床和小番的告白事件 我先说吧 说完就走了 你说 大床 其实我今天来 我并不是说帮你大床来追回你朋友 就是说 我要走了 太好了 我知道 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吗 然后她还挺放心的 所以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家人已经帮我安排好工作了 甚至还有我的相亲对象 大床 是 我小番是喜欢你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 我现在说了呀 我是喜欢你 小番 你还 我之前觉得我对你做那些 都不成为朋友 你先别 你先听我说完 我没想到你 不是 你记不记得了 我刚来的时候 你刚搬过来 工作没着落 跟你们就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发烧了 39度8 浑身都在冒汗 听着特别人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时我妈打电话跟我说 兄弟儿啊 过得好不好 我说 好嘛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朋友都吃饭了啊 不跟你说了 赶紧把电话撂 都怕我哭出声来 然后当天晚上 哎 听得起来太难受了 隔壁那个 小夫妻还觉得我吵他们呢 给我撂脸色看 我只能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哭 那天晚上可能你 酒吧 晚上的早的 回来的也早 你听到我 会都过来 过来安慰我 你过来裹衣服 过来 带我去医院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想 如果明天晚上 没有帮我的话 我到处晚上就走了 不可能这些城市 再这么久 你去让我感觉到 这些城市 没有一点温暖的人 你知道吗 你去没想到点温暖的人 我告诉你 我是说你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有点羡慕你 我甚至嫉妒你 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 我大伙子这样的男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哪一个女汉的 不是我软杯子 变回来的呀 我什么都要 我自己去做 而你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 绝对不是想抢他的 我真的要走了 所以你们的事 我以后再也不能参与了 对不对 你咋样 我觉得 你应该想改自己的品质 你应该对大伤好一点 大伤面真特别特别的累 他每天喝那么多酒 以后你早上记得照顾好他 然后到一杯蜂蜜水 都被点酸奶鸡就要什么的 但我爱输辣 你就多做点辣 这事以后都像你来做的 作为一个女朋友 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 而不是每次都会懂他照顾你行吗 爱情的基础不是信任吗 您能信任他一点 听完你说这句话 我挺感动 但是我可能真的只把你当作好用 行了 我就不要你感动 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说一句话 已经吹得够多了 我自己有点放过他 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会好好走下去吧 话题都说明白 彼此多点吸引人行吗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太羞辱了 我知道我错了吗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去追他吗 我跟你说 其实刚才我在跟你说的时候 我说你是选择我 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 是 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 我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的工作 首先我不能因为你 把我的工作不要了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吗 我很担心失去你 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好 我很担心 我的好友会对他们那样 我很怕失去你 我才会这样的吗 我跟你讲 妹妹 可能我跟你以后在一起了 我以后还会这样 身上还会有盐味 酒味 身边可能还是会有 就是美女 但是 我敢吗 你们都说我有问题 好吗 我有问题 但是一个八两拍不行啊 你要是不瞒着我 我也不会这样吗 我敢吗 喂喂 你听我说 我已经 我已经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了 现在 你能这么跟我吵吵到这 我想不到以后我们在一起了 结婚了 你会怎么样 我太害怕了 我就是想让我们两个结婚 好好在一起吗 你别就叫我 你别就叫我 可能我们真的怎么说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怎么回事 真正的爱情是信任 不是猜疑 是给予 不是缩取 是户爱 不是依附 只有用真诚 真心 真情 对待彼此 才能收获 真正属于 自己的爱情 我爸爸 他那样无理取闹 他那样蛮不讲理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 厉害 可能我们两个 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吧 还有小凡 结果今天 第一次听过他 这么跟我说 谢谢大家